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劳动党 朝鲜政府 朝鲜人民 致以热烈的祝贺和良好的祝愿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72年来 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 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 近年来 金正恩委员长带领朝鲜党和人民 贯彻新战略路线 集中力量发展经济 积极推进对外交流合作 取得重要成果 作为友好邻邦 中方对此感到由衷高兴 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 两国 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 习近平同金正恩多次会晤 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 引领两党 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双方相互支持帮助 中朝友好进一步深化 习近平表示 高度重视中朝关系发展 愿同金正恩委员长一道 推动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 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繁荣 习近平祝金正恩身体健康 诸实顺遂 祝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繁荣昌盛 人民幸福安康 复航卫视综合报道 朝鲜建国72周年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越南共产党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阮富仲 都有向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发贺电表示祝贺 普京在贺电当中提到 俄罗斯和朝鲜的关系带有传统友好的木铃性质 确信建设性双边对话和各领域的合作将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 可以保障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和稳定 阮富仲则表示 相信在金正恩的领导之下 朝鲜的党国家和人民会取得更大成就 并且指去年金正恩访问越南 两党两国合作关系取得了很多重大进展 两党两国的相关机关积极旅行双边达成了协议 而越南重视两党两国传统友好合作关系 并且希望进一步发展这一关系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8号主持召开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 讨论风灾之后恢复重建的对策 金正恩表示 不得不全面审视国家年度斗争任务和方向 朝中社报道 金正恩在会上通报了 咸静南道简德矿山地区的严重损失情况 据初步统计 当地2000多户住宅 数十栋公共建筑受损或淹水 6万米公路及近60座桥梁倒塌 3500多米铁路路基 以及1000多米铁轨被冲毁 交通完全瘫痪 金正恩强调 早日恢复简德地区是恢复国家经济重要命脉的极为迫切任务 至少到10月10号 劳动党建党75周年 要具备新住宅的面貌 恢复公路和铁路 到年底完全消除所有灾害 金正恩指出 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决定把恢复重建任务再次交给人民军 并亲自签署有关命令 金正恩说 因遭受出乎预料的台风灾害 不得不全面考虑和修改国家正在推进的年底斗争任务和方向 韩联社推测 朝鲜可能取消在建党75周年纪念日前 竣工平壤综合医院的计划 并动员一切力量进行灾后重建工作 金正恩日前向平壤室内全体党员致公开信 号召12000名首都党员奔赴灾区协助重建 事实大会8号在锦绣山太阳空广场举行 大会通过了致金正恩的誓词 劳动党中央副委员长金才龙和李日焕向指挥员授与诗团旗 各首都党员诗团进行了巡游 随即启程前往灾区 劳动党干部及大批群众在首都大阶级多个火车站还送 风卫视综合报道 好相关话题让我们请到时日评论员何亮兰先生来做一下点评分析 何先生您好 你好 逢朝鲜建国72周年之际 我们看到中国俄罗斯还有越南等友好国家都有向朝鲜发出贺电 那这当中透露出哪些讯息 您有什么样的观察呢 确实啊 因为今天是朝鲜人民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建国72周年的这个纪念日 但是朝鲜呢又正好遭遇了很严重的天灾 那么一方面我们说从这个外部环境来看的话 中国和俄罗斯是朝鲜的两个两大邻国 那么两大邻国也可以说两个老大哥呢 这个都向这个普京和习近平都向这个金正恩发出了这个贺电 表示了对金正恩的这个支持 习近平特别强调了 这个看到了这个金正恩在这个当在领导这个朝鲜这个发展当中 他是以名声为重的 肯定了他这一点 那么阮副仲作为越南共产党的总书记和越南的国家主席 那么也对这个金正恩表达了这样的一个支持 我注意到这个金正恩在跟这个主持召开 是为中央军委的会议当中呢 强调了有必要调整今年的这个工作任务的这个重点 因为当前的救灾是成为朝鲜的这个重中之重 朝鲜是个小国啊 它的这个经济现实发展呢 一直不是很顺利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朝美的这个和谈派实际上已经破局了 那么朝韩关系呢 现在也陷于停断 甚至有倒退的这个迹象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一方面我们特别是像这个中俄两大国对朝鲜的这个支持呢 在对于朝鲜的维护安全是非常重要 但是另一方面这个朝鲜内部来说 如何真正的来改善民生发展经济 那么这个对于年轻的金正恩来说呢 也是一个严重的一个挑战 他也在不断的学习 不断的提高自己的这个执政能力 包括像这样的这个临时的这个召开中央军委会议 那么动用军队的这个力量 来这个展开救灾的这个工作 那么同时呢 也要求全党 这个对于今年已经定下的原先的这个任务呢 要做一些这个调整 因为首先要完成这个救灾这个任务 那么然后再来完成今年的这个经济发展的这个任务 那么从这点看的话 这个金正恩在他这个执政以来呢 不断的这个遭受考验 但是他也是在这个执政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不断的在积累经验 在吸取教训 那么同时呢 在提高他的这个执政的这个水平 我觉得从外部条件来说的话 中俄两国的领袖对他这个支持来说 也是非常重要的 诚子 是好的感谢何先生我们带来的电评分析 另外再来关注到第53届东盟外长会议 以及相关的会议在9号开幕 受到疫情的影响 大会是以视频方式举行 开幕式在轮值主席国越南首都河内举行 越南总理阮春福 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范平明出席开幕式 与会各国代表通过视频的方式参与 阮春福至此时表示 2020年只剩下四个月 各国经济活动仍然受到疫情打击 地区和平稳定 仍然受到地缘政治影响 他呼吁东盟各国团结一致 朝实现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 2025年愿景方向迈进 合理利用东盟抗击疫情特别基金 遏制疫情 并且推动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恢复 以东盟为中心 推动地区对话交流 建立互信 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俄罗斯国防部国家国防管理中心 在8号发表公报指出 俄战机当天对 试图抵近俄边界的挪威 美国和瑞典三国侦察机进行了拦截 公报指出 俄北方舰队所属防空力量 通过雷达在巴伦之海中立水域上空 监测到一架试图抵近俄边界的 挪威猎鹰20侦察机 俄方随后就派出了一架 米格29战机进行拦截 而俄战机对挪威侦察机进行了半飞 没有使其进入俄领空 在挪威侦察机调转方向远离俄边界之后 俄战机安全返回基地 而此外俄罗斯战机当天还在波罗的海中立水域上空 对试图抵近俄边界的美国RC-135侦察机 和瑞典的弯流侦察机进行了拦截 为使其进入俄领空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8号再到北卡路莱纳州造势 他批评民主党籍的州长是出于政治原因 才一直封闭不重启经济 另外他也批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的副手哈里斯 称没有人喜欢他 更是扬言哈里斯永远不会当上美国首位女总统 距离美国大选不到两个月 特朗普近期散步到摇摆州北卡罗莱纳州造势 当地由于疫情规定要佩戴口罩 酒吧 习院等应该关闭 不过特朗普就未有戴上口罩 更批评一众民主党级州长 包括北卡罗莱纳州州长库珀 质疑对方是出于政治原因 才持续对当地企业实施限制 另外他也攻击拜登副手哈里斯 指对方支持率一直下跌 更称对方不会当上美国首位女总统 否则将是对美国的侮辱 此外 特朗普也继续攻击邮寄投票 并再次建议民众在大选时重复投票 以测试选举系统 根据北卡罗莱纳州法律 在选举中投票两次 技术违法 州检察长早前曾批评总统 肆无忌惮地鼓励居民违法 形容此举只是为了在大选中增添混乱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被指曾经对阵亡美军 发表侮辱性的言论 之后特朗普再次高调批评美军高层 希望透过打仗来讨好军火伤 这引起了舆论的哗然 美国媒体日前报道 特朗普私下曾以笨蛋和失败者等侮辱性词汇 形容阵亡美军引起轩然大波 特朗普其后在多个场合 强烈否认有关的说法 有接近特朗普的人士透露 这反映了特朗普深受报道的影响 声恐会因此影响军队对他的支持 正当外界以为事件可能稍微平息的时候 特朗普7号突然又高调向军方开火 批评美军高层希望透过继续打仗 讨好军火伤让对方可以赚大钱 有退役美军将领狠批特朗普抹黑军人 言论极其荒谬 有分析指特朗普这次含有将矛头指向军方 是因为不满军方高层在这次风波中没有力挺自己 外界又推测 特朗普同时借此不点名批评上任前曾经为国防合约商 进行游说工作的国防部长艾斯珀 或者是美军参谋长 联席会议主席米利 也有评论认为特朗普一方面贬低军火伤 但同时又以对外售卖武器为外交政策核心之一 做法明显自相矛盾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取消广告 下节回来等您关注财经消息 稍后见 欢迎回来 受到隔夜美股下跌的影响 亚台区股市在今天是全线偏软 目前澳大利亚股市下跌超过2.3% 日本股市在午后也下跌了接近1.5% 台湾股市则是下跌1% 韩国股市跌幅不足0.8% 内地沪山梁市双双走弱 创业板指半日跌幅更是超过了3.3% 户指在中午报3,280点 下跌35点 跌幅是1.07% 半日成交2,208亿元人民币 深城指在中午报12,999点 下跌了294点 跌幅是2.21% 半日成交4,296亿元人民币 香港股市方面 恒生指数低开328点 最多下跌410点 到超过一个月的低位 不过随后跌幅略有收拾 科技股普遍受压 恒生科技指数更是曾经跌穿了7000点的整数关口 恒指在中午报24,385点 下跌238点 跌幅是0.97% 半日成交680亿港元 内地8月份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从三个月的高位回落 但是仍然处于2%以上的二时代 而反映上游物价的通胀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 则是连续7个月处于萎缩水平 但是降幅继续收窄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 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 按年上升2.4% 符合市场预期 涨幅比7月份的三个月高位回落0.3个百分点 并且是连续4个月处于2%至3的区间 食品价格按年上升11.2% 涨幅比7月份回落2个百分点 影响CPI上涨大约2.33个百分点 当中备受市场关注的猪肉价格 按年上升52.6% 涨幅比7月份大幅回落33.1个百分点 鲜菜价格涨幅则持续扩大 而禽肉价格近三年来首次下降 非食品价格则按年微升0.1% 七大类价格中只有其他用品和服务 以及医疗保健价格录得上升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董立娟指出 CPI按年和按月涨幅都有回落 但市场供需总体平衡 部分商品价格上涨较多 而受到高温和降雨天气影响 现在价格有所上升 至于反映上游生产通胀的工业生产者 出厂价格指数PPI 按年下跌2% 是连续第7个月处于萎缩区间 但降幅比7月份有所收窄 按月计算更回升0.3% 按年计算 多个主要行业价格降幅都有所收窄 当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以及石油 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的降幅较大 分别下跌25.2%和16.7% 而油色金橱冶炼和锂烟加工业价格 则连续两个月上升 福王卫视综合报道 在第36个教师节到来之际 中国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 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指出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全国广大教师迎难而上 分战在抗击疫情和停课不停学不停教两条战线上 守护意外学生身心健康 支撑起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在线教育 为抗击疫情做出了重要贡献 今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决战脱贫攻坚之年 全国广大教师用爱心和智慧 阻断贫困待机传递 点亮万千乡村孩子的人生梦想 展现了当代人民教师的高尚师德和责任担当 希望广大教师不忘利得数人初心 牢记为党育人 为国育才使命 积极探索新时代教育教学方法 不断提升教书育人本领 为培养得志体面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习近平强调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满腔热情关心教师 让教师真正成为最受社会尊重 和令人羡慕的职业 在全社会营造尊师众教的良好风尚 要统手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和教育教学工作 确保全面复学 正常复学 安全复学 布黄卫视综合报道 香港方面 截至到9号早上8点 香港普及社区检测计划有大约125万人登记预约 大约131万人完成了裁检 香港实务级卫生局局长陈兆时表示 疫情转趋稳定 当局也正在计划下个阶段重开 派对房间 夜总会以及泳池等出所 而商务级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就表示 特区政府正在和11个国家探讨落实旅游气泡 香港特区政府正与包括日本 泰国等11个国家探讨落实旅游气泡 已进入与卫生等专业部门接触的阶段 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局长邱腾华表示 旅游气泡要根据疫情和双方是否有护认检测安排等因素 不能主观自行定出实施日期 他说市民要有准备 日后出行时会有不同限制 当然是看这些地方我们觉得安心的 而对方也都觉得香港安心的 但是有一些条件是必须要满足到的 第一 大家都知道了 如果是这样任何的出行的时候 你在未出门之前 或者未登机之前 一个大家双方都接受的健康检测 是必不可笑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当然你到处的时候 当地那个港口卫生当局必须要可能都要做一个福检的 邱腾华表示香港与内地的商讨比其他地方要早 香港健康马大致准备就绪 在双方同意合适时就可以启用 他又说香港已有过百万市民接受普及社区检测 得出的成绩能够给予接洽的国家 有更客观和宏观数据检视香港的情况 另外香港实务及卫生局局长陈兆时指 香港疫情转趋稳定 但仍有三成源头不明的个案 不能同一时间放宽所有防疫措施 但他透露当局初步计划下一阶段重开派对房间 夜总会及泳池等出所 下一阶段就是初步我们都会想是浴室派对房间 夜店夜总会卡拉OK泳池这些就会下一阶段 当然这个都会是一个考虑来的 所以我们都会要看来近整体的疫情和整体的状况 才会在下一次的时间到之前就会再宣布 他又说重开住所还要考虑对市民的影响 包括是否有必要及风险可控程度等 凤后卫视黄志源新高报道 英国药厂阿斯利康和牛津大学研发的新冠疫苗 因为当地一名志愿者疑似是出现了严重的不良反应 宣布暂停全球试验计划 阿斯利康制药公司发言人证实有关的消息 并且表示在大型人体试验阶段 偶然会有不良反应出现 现阶段是根据标准审查程序叫停疫苗研究 以检视安全数据 而药厂没有交代不良反应的详情 以及涉事志愿者的情况 当地有媒体就报道称 虽然不清楚研究何时出现问题 但是预计志愿者将可以康复 而阿斯利康的疫苗已经进入最后阶段的临床试验 并且分别在英国美国及巴西等地为志愿者注射 巴西方面表示 芝西事件正在等待药厂方面提供更多的信息 长龙广州世界嘉年华欧洲风情大巡游 12号将会在长龙欢乐世界登场 为游客带来世界级的嘉年华表演盛宴 张牙舞爪的机械龙腾云驾雾 优雅起舞的蓝凤凰摇曳生姿 9月12号开始 长龙广州世界嘉年华欧洲风情大巡游将会持续上演 创意无限的花车秀 配合中外杂技艺术家和舞蹈家们的现场表演 游客在浓郁欧洲风情的嘉年华中 享受一场世界文化大餐 园区的负责人介绍 长龙广州世界嘉年华 通过引入世界级的嘉年华巡游表演 为游客带来沉浸式的旅游娱乐新体验 长龙度假区也有望打造成世界著名嘉年华汇聚的旅游地标 我们希望透过嘉年华 就是可以手机世界上面的一些世界级的嘉年华来到我们那个地方 比如说世界上面很多很有名的嘉年华 都是以地方为名字的 比如说在巴西的圣保楼 或者是意大利的威尼斯 还有法国的尼斯等等 我们就是希望所有的那种嘉年华都可以汇聚在我们广州 他也介绍长龙集团作为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的成员单位 利用资源优势与巴西 法国 意大利等国的知名嘉年华设计和制作团队合作 开发了丰富多样的特色系服 主题音乐和表演艺术形式 并且融合了中国岭南文化特色 将会持续为游客呈现不同主题 不同风情的世界嘉年华系列节目 凤凰卫视张思雨丹广著报道 好 我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五间特快 我们再会